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它本身有一个偏位 因此要加以调整 这个调整也就是偏位对偏位 偏位对偏位的调整 那么这句话应该怎么说呢 就是汉字中因某些笔画或偏旁的单向伸展 导致了结构形式的局部偏位 故当采取载型反向偏位的手段 而使其重新获得结构的平衡 第一 主体偏左的结构组合形式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字贴上面 圣教组有几个独体字 就是偏左的形式的 我们这样看 视觉可能 我不说之前 大家不一定看得清楚 看看这个字还是在中间 有什么偏位啊 但是你仔细分析 它主体的这个部分 这是一条中心线 除了这个撇纳 其他的主体的部分都移向左边了 肠字 主体部分移向左边 这个一横 左伸右缩 最后来表示这个撇纳 撇纳虽然改成撇点 那么现在我来做一个演示 做一个演示 我先画一个相当于方形的一个格子 在里面再给它分成为四块 然后我们来写这个梁字 大家来看啊 第一 首先如果说 我把这个一点点到中间 然后这个横折也是居中 好了 这样写下来 你写到这里的时候 还没有感觉到它的片位 如果说你再下一步写下去 好了 这个字在格子里面 整体片位了 整体片位了 大家可以看 那么现在所谓片位的 我们要进行调节 这个调节是怎么调呢 点略偏左边 这个部位也是略偏左边 然后写完以后 这个时候你再把这个加上去 这个字就相对的 已经处于这个格子的中间部位 格于中间部位 那么我们再来看这个长短的长 横 竖调节到左边去 这两横相对往左边靠 最后这些横 写到这个位置的时候 你发现它是偏左的 然后最后 这两点加上以后 这个字就处于这个格子的中心位置 至少左右将当于一个中心位置 那么根据这个原理 我们出现了第二点了 就是主体偏右的结构组合形式 那么什么叫主体偏右呢 刚才我们讲 主体是要偏左 因为它是一个独体字 现在我们要讲 主体偏右 主体偏右的一个形式 是怎么一个形式呢 我们再来做一个示范 我同样画一个相当于方形的格子 我写个广字 当这个篇盘写完的时候 它必定是偏左的 这里没空间 那么但是我现在要把这个空间填上去 这是一个半包围结构 我把这个空间填上去 那么这个我们称之为主体的偏右 它这个主体 这是一个包围偏旁 下部的主体 或者说被包围的这个局部 它一定是偏右的 大家看这个中心线 它绝对不会在这个中间位置上 因此我们把这个结构组合形式呢 叫做主体偏右形式 因为它要解决 上面的这个半包围 导致了它下面要偏右 这个叫偏右形式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王羲之的处理 他这个处理 从133月开始 这些你看偏旁 右边在中心线 全部处于中心线偏右的地方 全部处于偏右的地方 像这种字 像这种字 我们来看一下明 石 左 君 这种字 若 比如说我们写个神 人 这个部位 它不会 下面这个部位 不会居于这个中心的 它一定是 偏在它的 右方 偏在它的右方 再比如写一个 简单点的 容易理解的字 左 也比如写完以后 假如我们是以这个为中心线 那么它这个下面的部分 一定是在 它的右旁 偏右的位置上 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主体偏右的结构形式 现在我们再来讲第三点 叫 错位调节的结构组合形式 这种 这种错位 有两种原因 那么 因为客观 或者主观因素 所造成的 绝部错位 也当以 再行 反向 错位 的方式 予以调节 这是最终 获得 结构的 整体平衡 其中第一点 是客观因素 造成的 这种客观因素 造成的 错位 调节 组合形式 那么往往是取决于 这个字的本身 这个字的本身 我们现在来看 这里有两个字 特别是这个群字 群字的古代写法 它分成上下结构写法 上部因为有一个撇 这个君字里面有一个撇 下部呢 没有往右伸展的 就可以与这个撇 相对抗的笔画 那么因此 它这个阳字 写在右边 君字 重心偏于左方 阳字 重心 绝对在右方 这个是客观因素 造成的 那么 试字 也相当于我们 可以说客观因素 造成的 为什么呢 因为它上面是个日 下面 这个撇 又不是很长 但是这个 那是很长的 因此 它也可以算是一个客观因素 造成 现在我们来做个示范 我们完全可以把这个字 写成一个 相对规范 而相对处于中间状态的这么一个字 这个字 应该说 比较平正 没有什么显觉 就比较规范 如果我们这个王羲之圣教序里面 有一些四字 它是这样写的 这个重心 这个一束 也就是这个一束 它并不处于中心 它处于坐在偏右的位置上 然后上去以后 带过来 然后再下去 造成了 上面的掘布是偏左边 下面的掘布是偏右边 整体开始移位 因此它的中心位置 是介绍于这个地方 介绍于这个地方 这是最终它是平稳的 最终它是平稳的 但是也不可以 也不可以无限制扩大 你说这样它就不平稳了 这个字它就不平稳了 因为它虽然左边在左边 右边在右边错位了 但是这个错位错到 不可饶恕 就重心不稳了 因此它这里还是要过来 再这样过去 它就会相当于稳一点 那么这个字我们就从中可以 看出它的稳定的程度 平衡的程度 像刚才那个群 群字按我们现代人的写法 那么左右结构 左右结构 那么古代呢 是可以写成上下结构 上下结构 把这个均 一半 写到这里 然后这个口写完 然后下面一个羊 整体效果 还是平衡的 但是它的重心位置 整个重心位置 在中间是处于这个地方 上面一半 下面一半 跑到这儿来 但上面虽然也有一半 是在右边 那么这个字 的动式 像这种字 就是我们行书里面说的 动式 第二个我们讲 因主观因素造成的 错位调节组合形式 刚才是客观因素 就是这个字的本身 它就存在的这种 错位的形式 那么 在人为的进行加工 现在呢 这一点呢 要讲呢 本身 字的本身 没有错位形式 甚至于一点都不存在 错位形式 而我们完全是 人为的 给它造成的 这种 这个错位的调节 我们现在来看 我们大家看 这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个字 除了当时 我们讲的这两个 是客观因素造成的 那么其余这六个 都算是人为造成的 大家可以想象 大家可以想象 这个数字本身 是一个中心位置 很平稳的字 密字的总体呢 也是很平稳的 像这种字 都是上下平稳的字 但是 圣教序里面 它把很多字 就处理成错位 比如说 圣字 上面 左重右轻 下面 右重左轻 密字 上面宝盖 向左移 下面部位 向右移 这个也是一样 上面向左 下面向右 那么这个 我们也来做一个示范 大家看一下 这个字的动态情况如何 圣 上面的本身 写完以后 它是左重 右轻 口字小 那么下面这个部分 我就往左边 而往右边 依靠了 相对的 是这个字平稳 这是伸出来 这个重心在这里 这个重心在这 往右轻 再比如这个树 本来这个 下面这个 图宝盖呢 是去出于中心位置的 而现在我们给它 写成了 左重 右轻 偏移 那么这个时候 下面 同样 往右 片 下面往右 片 字 制造的字 反写 好 这个时候 下面 往右 依靠 那么这个字 产生了 左边 左重 右轻 上边 左重 右轻 下面 一个读体的 靠右 重心 往右 那么这个字 我们现在来写一个 相对于 规范点 就是 完全按照 汉字规律 把这个 一字 写在中间 那么可以吗 当然可以 那么这个字 就相当于一个 比较凭正的字 这个字 就相当于一个 比较显觉的字 它有动态 主要目的是 为了增加动态 那么 这里还有一个字 这里还有一个 惭愧的 禅 我们大家来看 原来呢 是应该是一个 树心旁的字 现在呢 古人把它处理为 上下结构的字 我们来看 我们来看一下 潜溃的禅 原来是一个树心旁 繁体呢 是一个 车 繁体的车 然后是一个 金 然后是一个金 这是潜溃的禅 那么王羲之 将这个禅字 写成为 上下结构 还有不完全是 上下结构 它把 这个心字呢 放到这里去了 放到这里去了 因为这个心字 古代从传书来讲 就这个树心旁 就这个心 所以现在这个 叫树心 那么像这种结构的 那个 变化 我们又可以 从它这儿 引申到 其他一个字上面 我们可以 引申到 比如说 智慧的字吧 口字 一大上面 日字一大下面 也可以这样写了 那就可以 可以 引申为 变成 这种状态的字 那么 上下结构 错位 错到 这里去 那么错位 调节的 结构组合形式 其目的是为什么呢 是为了 加进 自私的动感 这个是非常重要 就是 增加 自的动感 使这个 整个篇幅 给人 有一种 在 静的过程中间 产生的 一种 动态 或者叫 动视 第四 重叠 并列 结构的 组合形式 汉字里面 有很多 重叠的字 也有很多 并列的 还有 重叠 跟并列 又合为一体的 又合为 一种结构的 那种字 那么我们先来讲 上下 重叠 结构的 组合形式 所谓 上下重叠 就是上一个 部位 跟下一个部位 或者叫 上一个部件 跟下一个部件 是同类型 一模一样的 那么它的原则 是上面小 下面大 这个我们前面 已经讲过了 上下 原则 上下结构的原则 本身就是 上面可小的 尽可能 上面小 下面可大的 尽可能 下面大 何况 上下结构是 成为 一样的内容的 那么肯定是 上小 下大 我们来做一个演示 比如说 多少的多 上部略小 下部略大 上部的皮 已经收紧了 下部的皮 也放出去 如果是两个口 那么也是 上面小 下面大 如果是两个日 也是上面小 下面大 因此 这个是上下重叠 第二个是 左右并列的 结构组合形式 左右并列的 左边窄 右边宽 左边小 右边大 右边大 左边小 右边相对大一点 零 也左边小 右边大 左边窄 右边快 再比如 朋友的窄 右边要有意识地给他做大处理 左边窄一点 第三个 就是重叠 就是重叠 并列共存的结构组合形式 共存的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像品质的品 大家看 品质的品 上面不宜太大 下面仍然原则 是左边小一点 右边大一点 像一个繁体的虫子 上面一个虫 下面左边一个虫 右边一个虫 也是左边小 右边大 再比如像森林的深 下面依然是左小又大 左窄又宽 上面呢 不要太长 尽可能让下面略长一点 尽可能让下面略长一点 好 那么今天 我们主要 讲的 也是关于 结构 圣教训 结构里面的 组合形式 那么组合形式 到今天呢 已经讲完了 下堂课 我们再 继续 章法 和 建设 这个部分 今天的课 上到这儿 谢谢大家 再见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